開始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首先要問你兩個小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你的擅長領域是什麼 是旅遊嗎 是餐飲嗎 是財經嗎 你要先確定你所擅長你所在的領域是哪一個 第二個 你的目標是成為專業的AI工程師 還是說你只是想要透過AI 來幫助你在原領域可以增強你的工作效率或技能 一定要好好想過喔 因為待會我會針對這兩種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解答 既然我要聊的是如何快速的進入人工智慧這個領域 那我們就要先了解什麼是人工智慧 這邊有一個圖來跟你解釋一下 首先我們大部分講的人工智慧 就是狹義的 人工智慧 這邊括號深度學習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工智慧 都是透過深度學習這個技術所達成突破的 其實廣義的人工智慧呢 是指 我們現在常講的計算機科學 外面這一層 就是廣義的人工智慧 它所包含的是所有可以達成 人工智慧這個概念的技術 軟體工程 和基本的這些應用程式 其實多少已經達成人工智慧 不過 不論我們說的是廣義的AI 還是廣義的AI 他們的共通點就是 他們都是工具 而工具的本質呢 就是函數 我們先來簡單講解一下函數它的概念 什麼是函數呢 就是想像一個隧道 這個隧道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它可以把所有進來的物品 一台車子啦 一棟房子啦 一隻狗狗啦 進去 出來呢 全部變成 一隻熊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奇怪的隧道 在這邊你可以發現呢 進去的東西 叫做輸入 而出來的東西 叫做輸出 OK嗎 所以當我們在使用 一個像Tiler隧道這樣子的工具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要給予它什麼樣的輸入 即我們會獲得什麼樣的輸出 那AI呢 它使用的工具 必須給它一個確切的指令 告訴它 我希望做什麼事情 接著它會依據我的條件 或者我的輸入 來返還給我 它所得出的結果 所以AI的本質 就是工具 一個新工具的誕生 會產生兩種新的角色 一個是設計這個工具的職業 一個是使用這個工具的人 好所以 我們以大家最熟悉的 ChatGBT為例 你一定有聽過它名字 對不對 設計這個ChatGBT的 OpenAI 他們的團隊 以及使用這個ChatGBT的 廣大 破億的用戶 這兩群人是同一群人嗎 不是 不只是擅長設計這些工具的人 可以得到好處 同樣的 這些習慣使用這些好工具的人呢 也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幫助 對我而言 進入AI領域的定義呢 不只是你是一個很厲害的AI工程師 或者是你真的在一間 AI公司裡面 擔任某一個崗位 也有可能是你習慣了 用AI來輔助你的生活 而其他的人 並還沒有像你這樣子 擅長使用AI 當然 假設魔法工具 被廣泛的使用 那麼 設計這個AI的人 一定是最吃香的 不過 你不要問為什麼 對方可以得到 相當高的收入 卻不問自己 我們是不是有 投入大量的精力 去讀這些數學呢 我們是不是有常常去背英文呢 去練習呢 這背後所付出的代價 也是相對很高的 這也是為什麼 一開始有問你兩個問題 讓你請出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接下來呢 我就會針對這兩種不同的面向 告訴你 如何快速進入AI OK 首先我們先來說說 如何在原領域 也就是你本來就擅長的領域 使用AI 增強你的工作能力 第一步 就是開始使用 Cloud 或者ChatGPT 這種大型雲模型 來學習你的 專業知識 我們常說 進水樓台先得月 如果你沒有 去靠近一個目標 你怎麼可能會達到那個目標呢 沒錯 要快就是要再靠近一點 你平常如果都沒有使用這些好用到爛掉的工具 來幫助你的作業的話 你怎麼會覺得你未來 就可以習慣 用AI來輔助你的工作呢 等一下就去試試看 隨便問ChatGPT 或者Cloud的一個問題 讓它們 幫助你解決 在專業問題上的一些難題 然後呢 你就要養成一個 常常詢問AI的習慣 第二步 繪製你的工作流程圖 這步非常重要 因為呢 AI的強項在於 自動化 如果說在這過程當中 你沒有讓AI來參與你 幫助你把某一些工作 取代掉的話 那其實 你整體的工作效率 是不會提高的 所以 你要找出 在你工作流程圖當中的某一些細節 可以讓AI來做的話 那你勢必要先清楚 每一個 你在工作上面會遇到的 步驟以及難題 最後 當然就是 把工作流程度當中 最麻煩 最多的時間的那個事情 交給AI來做 據我個人的例子 我在開發而解的時候 非常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查詢比較進階的語法 以及相關的 問題解決 這個任務呢 說實在話你可以 去透過Google解決 現在就有方法 幫助你解決更便利囉 可是呢 還是有一些問題 例如說你在StackOverflow上面找到的解法 那你現在目前所需要的應用 是不完全相合的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fine-tune 微調 他的解法 好讓他的解法 可以變成是你的做法 對不對 現在 我只要問AI 好我就跟他講說 這是他的解法 這是我的解法 請告訴我 如何去調整成我的版本呢 他就可以在短短幾秒鐘之內 生出一個 更新後的版本 讓我 快速的解決 並且跳到下一個 我所要去關注的問題點 我就不再關注在那些 語法上的細節 而是更全面的知道 我的應用架構是什麼 我要如何做調整 所以你也可以 透過剛才這樣子講的方式呢 助你在你的工作上面的某個步驟 由AI來做 其中我覺得最 廣泛使用的呢 是叫做 發想的階段 因為我們的腦袋 有時候先入為主啊 或者說我們看的不夠多 我們可能想到的就那幾個點 但是AI他能夠當作另外一個腦袋 跟我們一起思考 所以有時候我會常常的 把我想要思考的點 告訴我的AI 然後AI呢 他自己會有另外一套見解 然後回答給我 會要求他 你不可以跟我用一樣的角度思考 這樣一來 你就會有一個 非常聰明 而且學的可能比你還多的 一個腦袋 來幫你思考任務 思考事情 這個絕對是在 各行各業都可以使用到的 使用技巧 假如你跟我說 Tiler 我的目標不是這麼小 我要成為真正的AI工程師 那麼你的挑戰就大了非常多了 假設你要成為AI工程師 來設計AI的話 這邊有三個步驟 你一定要去達成 而且要在一年內 就要達成 OK 非常難 好 首先第一個呢 你要把Python 學到 進階等級 這邊我定義下 我認為的進階 就是你可以在沒有任何參考資料 不能openbook 的前提下 自己用Python 實作出 BFS 就是 Breadful Search 廣度優先 搜尋算法 來 實作這樣的一套算法 最基本的就好 OK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 進階的定義就是 你能夠使用 物件導向 設計 去設計出一款 有UI介面的 計算機的App 有UI介面 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我們用小A盒子 用Terminal 這邊寫一個 Python 然後加法 其實不是喔 是它會有123456 那個數字鍵有沒有 然後點下去呢 進行加法 乘法 除法 這樣子 的能力 才會是我 定義當中的 進階 第二步 理解神經網路的原理 要理解神經網路的原理呢 首先你必須先學微積分 和線性代數 微積分呢 至少要學到 偏微分和重積分 這些單元 而線性代數 你至少要學到 線性轉換的單元 學完了這兩個 非常難啃的數學之後呢 你再來就是要理解 所謂的深度學習它的架構 什麼是神經元 什麼是偏壓 BIAS 什麼是activation 然後又什麼是weight 中間為什麼是用矩陣 來進行這個weight的 運算 然後到後面 什麼是forward 向前傳播 什麼又是 所謂的 optimization 跟loss function 這些觀念你都要理解 你才能夠 去看得懂 人家的 實驗 或者人家的 神經架構 如果你想要 Tyler 分享 這類相關的知識 在下方 快留言 最後 你要去 實作 各式各樣的 神經網路架構 你可以去 上面 找到這些 神經網路架構圖 對不對 但是你要 自己 首刻 這些架構 我說的首刻 不是說你從神經源開始刻 是使用 PyTorch TensorFlow 這種等級的 AI framework 來訓練你的AI 然後讓這些 實作的模型 變成你的經驗 而不是說你用 GitHub上面的 Open Source 然後你就 覺得說 那是你做的 這樣不行 你還是要自己 至少親力親為 架構人家都設計好了 我們把它打下來 然後來練習 看看說 原來在堆疊 程式 去 實作一個AI模型的時候 是長什麼樣子 我要注意的是 不要去實作 太進階 或太新的 一些AI模型 因為他們通常 伴隨的是 比較難懂的 數學邏輯 以及 更複雜的 程式指令 我們現在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快 而不是難 我們要在短時間內 成為一個 稍微有點用的人才 最後呢 就是去投履歷啦 把你前面所 練習的 這些資料 東東全部收集起來後 變成你的 工作履歷 變成你的經驗 讓面試官在看到你 這些作品集的時候 他能夠問你問題 並且你能夠 答得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 前面要自己 去實作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經驗累積 假設你又跟我說 Tiler怎麼辦 我很想要往這邊做 但是我都沒有 Python開發的經驗 我一行程式 馬上都不會寫 Print Hello World 都不會寫 OK 沒關係 只要Tiler這個頻道 獲1000的訂閱 我就會放上完整的 Python入門程式教學 等著你來學 現在就 訂閱按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